Hello 大家好 ISO也出香水了 所以我也是第一时间 马上取ALL IN的全部 他们家这次一共出了 三支浓香水 一支淡香水 和一支香精油 到底好不好闻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一组系列 它全部都是属于木质香 这个木质香里面 它有偏花香的 有偏柑橘的 也有是纯木的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 就是这味道 叫富香水 前调你能闻到的是 紫苏的根筋叶的香气 它不是绿感 也不是泥土感 会有一点点的色 但这个色真的是很淡 如果说你喜欢 番茄叶的香薰蜡烛 那你应该喜欢这个味道 香感给你的画面感 是低饱和度的墨绿色 前调能够感受到的 玫瑰不多 到了十分钟之后 这个玫瑰香气 才开始慢慢出现 香感开始变得柔和 普遍接受度会比较高的 是这一支雾香水 前调的迷迭香 佛手肝和柠檬 香气特别提升 跟AVIDA的 Chakra系列会很像 不过Chakra是Body Lint 而这一支是香水 它的流香时间会有点差别 中调的香气呢 是开始慢慢转型 是那种带有两感的威蜒 尾调是温暖的甜物 对于从来没有穿过 木制调的香水的宝宝来讲 这一支木香水是接受度最高的 纯木感的香水是这一支 最领的香感是燃烧木头的烟熏感 会带有一点点的冰香 温暖的木头 跟马丁马吉拉他们家那支 碧鲁火光相比的话 没有那么甜 这支就是纯木头 带有轻微的烟熏 果味木感的话 是这一支富裕淡香水 前调是类似佛手肝这一类的酸果 这果它不是fresh的 而是做成果酱那种 浓稠的 带有的是果酱香 香感会有轻微的苦感 但这个苦感是大部分人 能够接受的范围 尾调是轻微的奶木香 喜欢果香掉的宝宝 是可以来试这一支 跟这个同样香气的 它还出了一支精油 是这样子的滚珠版 没有喷头 这两支相比的话 淡香水流香四个小时 这一支要至少要到半个小时 香气上的差别 淡香水的扩香会更强一点 香精油在前调里面的酸度 又增加了一点苦感 在它的尾调又增加了一点泥土感 但是有一点它的包装 实在是有点不方便 我这样轻轻一提 它会掉出来 这一点有点尴尬 希望可以改进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什么香水想要测评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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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